今天的A股又是一个悲伤的日子,3600家公司下跌,科技板块重挫,A股收音线,明天重要的会结束了,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之下,美股盘前大跌,明天我们A股又是扑朔迷离的一天,本来明天开完会,要是有什么利好的话, 很有可能会有大阳线,那明天A股还能不能涨呢,我们要详细讲一下了,首先呢,美股昨天是大涨的,但是盘前的美股跌幅巨大,盘前美股是大跌的, 截止到现在呢,标普500,期货已经跌了1%了,纳斯达克100跌了1.5%,纳指现在已经跌了1.5%,为什么呢? 我们在中午就讲到了特朗普最近的这个政策呀,他最近的政策呢,其实对于科技股来讲,打击是比较大的,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第六条关于关税的问题,特朗普呢,他确认他入主白宫过之后呢,他要对欧盟也要提高关税, 当然你会发现啊,这个特朗普呢,他现在好像已经把他自己当总统了,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,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,就是说这老美大选11月份才才落定,还有四个月, 但是现在好像特朗普已经好像把他当成总统了,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,就是说美国呢, 他是在全世界做生意,当你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这个关系都搞僵过之后, 你还怎么做全世界的生意呢,这个老美他觉得是什么,他是觉得全世界都占了他的便宜, 所以说他是不是光对我们加关税,就是所有人都加关税,包括日本韩国可能都要加关税, 基本上是加10%,加10%呢,可能我们加的比较多,那你不就相当于把全世界都得罪了吗, 那全世界的得罪过之后,人家还买苹果手机吗,那可还用微软的这个系统吗, 所以说呢,对于整个这个美国的科技股肯定是有伤害的, 这也是为什么老拜,老拜他那个加州是他的铁票舱, 就是因为老拜他们那个是推行全球化的,讲究跟盟友之间的关系, 所以说你看欧洲老拜在的时候还好, 他不管是这么多,给钱,反正都要给钱,你不管讲什么, 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,就是要给钱,然后呢,这个芯片呢,美股攀调也是大跌的, 芯片呢,美股攀调大跌呢,一个是阿斯麦大跌, 阿斯麦呢,这个,主要是特朗普呢,要施压日本和荷兰, 要芯片排华,这个我们说了,相关国家明辨是非, 其实我们从荷兰买的是阿斯麦的光刻机, 从日本买的主要是什么光刻胶啊,还有一些, 还有一些这个芯片设备,那这个芯片半导体呢,阿斯麦, 攀调大跌,还有就是对面,对面这个凤梨, 说是你这个也得掏钱,对吧,我保护你了,你也得掏钱, 反正都就是要掏钱,这个美股攀调就大跌了, 这本来我们明天,大家知道我们明天是有大事件的, 其实明天呢,本来有可能是大涨的, 这美股这盘前一大跌呢,搞得又心虚了啊, 为什么呢,你看啊,这个, 咱们这个外汇啊,在我们三点钟之后收市啊, 它是有一波升值的,你看,就在这个位置,看到没有, 这个位置是三点钟,就是我们, 我们在这个三点钟收市的时候啊, 这个人民币汇率啊,并没有出现大幅的升值, 但是我们三点钟之后呢,哎,人民币出现了一波啊, 比较猛烈的升值,你看这个人民币最近的升值还是比较厉害的啊, 这个跟特朗普的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, 这个跟特朗普的这个啊,也是有关系的, 因为特朗普说要低息嘛,低息就是美国要降息嘛, 美国降息的话, 那自然而然就是美元,美元走弱,对吧,人民币走强, 对吧,那人民币就就那啥了,对不对啊, 啊,当然了,老美那个特朗普还说了要增加石油产量, 因为你要是全世界都加关税的话, 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这个通胀又上来了嘛, 那你通胀上来怎么办呢, 就是多生产石油,多生产天然气, 因为石油可以用来运输啊,天然气用来发电啊, 那这样的话,通过石油天然气的这部分价格下降呢, 对冲其他通胀的上涨啊, 玩的这一招还是可以的啊, 啊,那人民币汇率其实本来甚至是好事, 但是这个美股大跌过之后呢, 明天就比较复杂了啊, 那明天到底这个会有什么内容呢, 啊,现在不知道啊, 比较比较保密啊, 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了大会, 却听不到任何消息, 看不到任何宣传, 但是有一条评论讲的特别好, 他说真相还在记鞋带, 小言已经爬了八条街, 看到没有, 说真相啊, 我觉得这个, 我觉得这个网友啊, 他是属于这个, 嗯, 比较有才华的, 他说真相还在记鞋带, 但是是谣言已经跑了八条街了, 啊, 就是我们明天, 我们明天, 对吧, 这个有什么消息, 这个东西还没有真相, 但是谣言已经跑了八条街了, 呃, 因为明天呢, 是比较重要的, 所以说呢, 明天比较重要的情况之下, 今天A股市胜利互盘, 啊, 你一定要记住啊, 我讲的两个叫做奋力互盘, 今天的一股真的是奋力互盘了, 他真的是用力了, 他真的好像把全城的利息都用完了, 我估计啊, 就是也许国家队之前没有感受得到, 但是这一次啊, 国家队真的感觉到了, 啊, 呃, 贝莱德当年说过的那句话, 经典的话, 买不完, 根本买不完, 今天国家队绝对感觉到了, 什么叫做买不完, 根本买不完, 啊, 就是那个, 卖鸭就像那个, 就跟那个排山倒海一样, 啊, 那就是买不完, 根本买不完, 不是给你看完要的, 那是真买不完, 你看看今天的护生三百, 你看看今天的护生三百, 那护生三百, 这个, 这个今天的市值护生三百的成交金额, 创下了今年三月五号以来的天量, 合计达到了两千三百五十亿, 你要知道平时护生三百的成交量, 就是什么, 也就是个七十个亿, 就市值加起来也就是七十个亿, 今天一下子在之前的记者上放大了四百, 啊, 放大了四百, 但是就算放大了四百, 今天的护生三百一点五一, 也就, 也基本上没涨, 啊, 就是国家队今天花了很大力气, 花了这个, 很多的力气来买,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, 买不完, 根本买不完, 啊, 你根本买不完, 哎,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国家队这两天应该是充分感觉到A股之艰难, 对吧, 李白说了, 熟到难, 难于上青天, 想到A股长起来真的也难于上青天, 你只知道前面三年发了两千多只家公司的股票呀, 你知道这些到时候解禁的三户海啸般的抛压就来了呀, 对不对, 啊, 所以说呢, 你看资金呢, 这个都去买北交所去了, 北交所盘成小嘛, 人家就很, 就是很疑惑, 就是说为什么国家队花了这么多的资金, 还是拉不起来A股呢, 我觉得有一篇文呢, 他写的特别好, 当然了他这个写的特别, 写的比较好呢, 我给大家稍微读一读啊, 这个应该是比较有道理的, 啊, 他说A股为什么就是国家队这个使劲在买, 但是, 呃, 就是不行呢, 啊, 国家队在秀肌肉, 但是周围呢, 都是冷漠为观的老项, 大家为什么不跟了呢, 主要是很没有赚钱效应, 比如说包括今天, 篡盘是啥的, 但是3600只股票下跌, 基本上涨的股票是非常少的, 指数我稳稳的在2950点以前, 但是各股产力的很, 这个四大行, 四大行还有长江列列还在涨, 三种油已经倒下来了, 但三种油倒下来, 其实他今天整体的涨幅还是比较大, 中小微盘股啊, 堪比年初到2635点, 而且市场涨得好的都是回避散户的, 这一点很重要, 市场涨得好的都在回避散户, 散户不买银行高股息, 他们天天涨, 散户买不了, 北交所今天暴涨7.2, 涨幅超过12点的, 有近百家, 主力公然把散户当最早盘, 因为股民扎堆的板块啊, 套牢盘太重, 他们也不想救, 反而还踩了几脚, 这就是A股最大的困境, 大家都是心怀鬼胎, 都想着把下别人, 市场无法行政做多的合理, 反正明天呢就很重要, 这就是A股为什么, 就是回来花了这么多资金, 因为它涨的都是什么, 银行啊, 电力啊, 这些散户没有, 散户重仓被套什么, 套在什么医药啊, 酿酒啊, 还有什么这个新面半导体啊, 都在这个上面, 那这些赛道股, 今天终于回光返道了一下, 然后呢跌了好多年, 终于回光返道了一下, 他这讲的应该是比较有道理的, 然后呢, 现在股市走得比较弱啊, 又找人背锅, 找人背锅, 你看掌红终停了, APO停了, 现在呢, 就是说还能背点锅的呢, 就是量化, 量化, 量化呢, 这个量化导致A股下跌和低迷, 然后呢量化也说了, 这个国务不卑, 这个换方回应, 存在很大的误解, 换方是中国四大量化之一嘛, 量化投资机构强烈希望A股市场, 长期健康向上的上涨, 我估计他讲的也是真的, 你觉得量化呢, 不希望A股长期上涨吗, 他也希望, 他是被迫呢, 这个做高抛低息的, 股市要一场谁愿意做高抛低息呢, 对不对, 他说呢, 市场存在很大的误解, 一些观点认为市场高开低肉, 都是量化高抛低息, 市场上涨或下跌, 都是量化的水涨沙跌, 对吧, 这是不对的, 他给自己摘了一下这个的, 摘了一下这个, 不是因为我, 不是因为我, 你要说A股为啥是这样低迷呢, 还是没有挣钱效应, 所以说A股的开户数你看, 就是每个月都在下降, 你看这个是上鸟所2023年的股民的开户人数, 二年一月份的时候还有250万, 二年二月份的时候股市涨过一波有个400万, 但是你看就是最巅峰的时候啊, 我们最巅峰的时候, 这个上海那边, 这个开户的这个, 开户的硕呢, 基本上都达到400万, 巅峰时刻是2022年的3月份, 有396万, 大概有400万在开户, 但是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, 就是截止到今天为止, 只剩下133万了, 你看到没有, 就是从巅峰时刻的这个, 每个月有400万开户的股民, 到现在为止就只有133万了, 而且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, 它是在下降, 它是在每个月都在下降的, 227, 194, 152, 189, 142, 看到没有, 它几乎是每个月都在下降, 就是股民的开户数, 几乎每个月都存在下降的趋势, 你看, 问君哪得清如许, 唯有源头活水来嘛, 所以说A股现在的这个问题, 非常多, 特别多, 你说不清楚, 而且以前的股市呢, 还有技术分析, 咱们看看什么MCD, 看看量价还行, 但是现在的A股市已经是一个什么, 纯消息市, 什么消息, 什么板块有利好, 涨什么板块, 什么板块有利空, 然后就咳皮了, 比如说像今天的石油大跌, 煤太大跌, 跟他老普说要搞这个开发大规模, 开发石油有关系, 这就是一个, 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纯粹的什么消息市, 然后呢, 这还有几条消息, 再给大家稍微读一下, 一个呢, 是这个BBI要退出价格战了, 宝马部分门店已经开涨, 有车型涨价3万, 奔驰奥迪呢, 也跟着, 这个燃油车呢, 这个纯电呢, 就是你再卷, 你再卷, 你实际卷, 可能也卷不过这个新势力, 所以说他们也不卷了, 也放弃了, 也不卷也放弃了, 然后呢, 这个中正协, 中正协完善保贷, 负面评价, 公市机制新增低垒, 暂停业务垒, 中正协呢, 这个保贷呢, 就是大家知道, 就是前些年, 就是APO, APO上市, 这个保贷呢, 它是要签字的,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保贷, 比以前管贷要延啊, 以前比如说你这个保贷, 你是中心证券的, 到时候呢, 出事了, 就罚中心证券, 那个保贷其实大不了, 就被辞退嘛, 但是呢, 保贷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责任了, 以后APO, 这个保贷呢, 它还有占定业务类, 你保贷也是要赔偿这个股民损失的, 所以说呢, 这个现在我估计APO真的没有人敢乱签字, 所以APO的数量呢, 这个下降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, 这对以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呢, 应该是有帮助的, 然后呢, 这个上市公司质量呢, 这个财务造假的, 当时的这个代表人物恒大, 恒大的保贷呢, 普华永乐, 普华永乐呢, 这个遭受到信任危机过之后, 这个大部分的客户都已经跑了, 所以说呢, 他要裁掉一半的中国金融审计人员, 回应称调整是艰难的决定, 那就意味着是真的了, 他要裁掉一半, 财掉一半中国金融审计工作人员, 所以说金融行业降薪也比较厉害, 金融行业的降薪呢, 也是比较比较牛的, 也是比较比较凶的, 最后讲个段子吧, 现在A股也没什么好讲的了, 就跟大家讲个段子吧, 有个段子是比较有意思的, 说我们现在的国内的A股啊, 就像一个穷人家的状况, 怎么像呢, 他说这个家里可能有五个兄弟姐妹, 但是家里只有一条裤子, 可是出门不能光屁股呀, 所以谁出门谁才穿这条裤子, 今天郭某某某宽, 明天的人工智能穿, 后天猪肚头穿, 大后天变化穿, 大家只要出门就都有得穿, 但是因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, 所以说在某个时间内, 只能是那个出门的人才有资格穿, 因为在某个时间内只能一个人穿, 所以这个穿了的人, 其他的人就得光屁股在家里躲着, 像不像我们A股, 你看今天猪股头涨, 其他人都得跌, 今天人工这个什么消费科技涨, 其他就得跌, 他没有什么的, 他不像2020年, 2020年就是酿酒涨, 医药新能源, 他就排在那里不怎么跌,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板块涨, 另外一个板块资金又被抽走了, 就得下跌, 就跟那个穷人家里一样, 穿了的那个人还好, 没有穿的就一条裤子, 那个出门的人穿走了过之后, 其他都在光屁股, 光屁股在家躲着, 对吧, 然后最惨的是什么呢, 最惨的是几个月都轮不到自己穿裤子出门, 那这几个月只能光屁股在家里待着了, 更吓人的是可能你觉得人家刚刚穿了裤子准备出门, 于是赶紧跑了两步去追, 但是没想到人家是出门已经回来了, 你刚刚就像人家突然把裤子脱了, 吐气房把你吓了个够呛, 去追转的比电风扇还快的轮动, 最多的结果就是脱上啥亏, 看到没有, 就是你以为穿了裤子的出门可能要走得远一点的, 结果你觉得穿了裤子出门的准备, 可能憋了好长时间了, 有一个星期没出门了, 那你出门一下不是要浪荡一下吗? 结果你去追一下, 那结果发现了什么? 那个刚刚穿了裤子准备出门的人, 刷几下又回来了, 刚刚出门溜到了两步就回来了, 又回来了, 一下子你猝不及防了, 然后把你吓得够呛, 就是你觉得这个板块比如说都已经跌了三四个月了, 都没出过门了, 都没涨过, 突然涨了一天, 你觉得这次可能要涨得比较久, 结果你就去追了, 结果你发现完蛋了, 一追又亏钱了, 最后的结果就是基本上你屠杀, 亏杀, 左右轮动轮换, 然后最后就什么, 几轮下来过之后就凉凉了, 你看这个故事讲的多好, 这个故事是属于比较形象的, 我们A股就是这么个情况, 尤其是什么呢? 全球大涨, 全球连续大涨好几年, 咱们A股持续下跌了好几年,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, 说就这么多吧, 怎么来讲就要看明天的消息了, 一个是今天美股到底怎么收, 第二个就是说, 不过要是美国要是科技战, 就是美国要是特朗普一上来过之后, 关税战开打, 他这个关税战可不是说光加中国的, 是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加关税, 只要是美国进口的任何一个东西, 全部都要加关税, 他的目的就是我东西买的少了, 或者别的国外的东西多了, 那我还需要怎么办呢? 我国内自己生产, 这样的话有助于制造业回流, 有助于增加工资, 但是通账怎么办呢? 我多生产石油, 多生产天然气, 把通账压压下来,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道理的, 明天就看这个会开完能什么消息吧, 然后看一下美股今天晚上是会涨还是会跌, 因为这个要是关税战一打起来的话, 对美国的科技股伤害还是比较大的,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观众。